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世界上每天都很努力 也是想规划咱们的未来 但是你说我没有上进心 你想我们刚在一起 然后咱们的年龄都是 不能结婚去的 我想暂时的把这个经历 上进心维护咱们感情浪漫 或者咱们两个人的 两人世界之中 只是暂时的而已 难道这不是上进心吗 不是 你跟人辩论什么呀 你辩论没有意义了 现在女生是回老家了对吧 对 找了一份工作是吧 还行是吧 还行挺稳定的 所以如果她跟你去老家 这事就没事了是吧 对她不去 为啥不去呢 因为我觉得北京 虽然竞争力压力大 但是经理多 我不想再回东北 这可麻烦了 你说她在北京吧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五一嘛 正好当被领导给她打电话 说能不能来加班 领导其实挺看重她的 她不去 那你没跟她说 你去加班我陪你 我也要上班啊 哦五一你也加班 我也加班了 那就去北人 你也加班 我之后 我之后也找了一个工作 就特别忙 比她忙 我每天早上九点都能出门 晚上十一点半才下班 好累的 就是我在做一个 家庭教育的那种嘛 上课之后还要备课 就超级累 然后我觉得你要是真实想在北京 两个人一起奋斗 一样的节奏也行 但她不 她下了班回来什么也不想 这是为啥呢 你又想跟人好玩的生活 又说北京有机会 加个班的又不是不给加班费 是这样的 这个五一呢 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第一个五一 她也说了很累 我就想例如说五一的时间 陪她多逛一逛 你想啥呢 人家不是在上班的吗 你逛啥呀 我的意思是让她休息一下 别去上班了 就是她也别去了 对 然后过度休息一下 后来呢 你去上班了 我去上班 对 她休息了 所以我就觉得 她好像是拿我当一个借口 所以你后来回东北老家 是因为看不下去 她这个状态了 还真不是 其实我吧 在跟她来北京之前 我参加了很多公司的比试 我也想挑一个好的公司 国企之类的 稳定一点的 然后就一直也没找到工作 然后来北京之后 就有一个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我比试通过了 让我回去参加面试 当时我就寻思 这好不容易有一次这么机会 我不想就是错过这个机会 而且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 我不是不行 我不是说毕业两年 我找不到工作 我啥也不是 我就想去证明一下自己 然后我跟她说了 我说我去参加面试行不行 她说行啊 我同意啊 非常支持啊 对啊 然后你看 她不上进吗 她不想让我上进 没有啊 人家同意了 支持啊 表面上同意了 然后背地里就整个事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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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